嗨,大家好,我是劉一亨 欢迎收看我刘一亨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我目前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 而且我们的频道物件数中部第一哦 希望你看我们的影片 顺便可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物件 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神钢区东山路 东山路巷子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大地平的透天 但是这个透天它是盖在工业地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通称为工业住宅 工业住宅可以做什么呢 工业住宅跟一般的住宅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 它这个其实可以登记三兆 可以当厂房用 可以看哦,对面 最后几户他们都有做工厂使用 像这一间是加工厂 这间它也是加工厂 外观看起来就像透天 它实际上它里面就是做工厂的用途 那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外劳宿舍 外劳宿舍也可以 当然你要当一般的住宅也可以啦 也是可以 不是说不行 但是税率会不一样 它就 税率可能 我不知道申请自用住宅的人 可不可以申请 应该是可以啦 那可能税应该会差不多 只是说你的自家税会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是大面宽 大面宽的房子 它总共有7米 7米的大面宽 门口可以停一台车 门口可以停一台车 然后它也有车库 里面也可以停一台大车 足够让你停一台大车 因为是大面宽 所以其实啊 如果你把这个敲掉 甚至停三台车都可以 这边 你要停三台车 也是就是两大一小 停两大一小的车 应该也是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格局 地平42平 但是它有 等一下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 它总共 它的肉粒 肉粒大概是34.2平 34.2平 然后地平42.4 地平42.4 那它肉粒34平 所以它有八瓶 有八瓶是前面的陆地磁粪 前面的陆地磁粪 因为它这个等于是私人向道 私人向道盖的 偷天 然后我可以看这边 这边它应该是客厅的空间 这边应该是客厅的空间 这边比较宽敞 然后这边比较小 这边比较小 比较小 其他这个规划 它等于两个餐厅 等于这边一个空间 这边又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又一个餐厅 如果是我 我会该规划两间小庆房 这边可以再弄第二间小庆房 第二个房间 因为有时候父母亲 祖父母亲 不开睡 都不用爬楼梯上去 好 那前院就是停车 他的这个线要顺便看一下 什么线 线路都是旧的 这是旧的透天 五五零几年不好意思 我再看一下 这些是旧的透天 因为线路都是旧的 因为他是以前当住宅使用 屋林31年 31年的屋林 这边可以再做第二间小庆房 然后里面还有一间小庆房 这个是餐厅 厨房的位置 餐厅跟厨房的位置 然后这边有一间小庆房 哇三间小庆房 两间 外面那间可以做 隔起来再做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后面 这里可以洗衣服塞衣服的空间 但是 没有窗户 没有对外窗 那上面那个是 天井 就是那个采光罩 采光罩没有对外窗 所以这边要 就是 衣服要干会比较慢一点 建议使用那个 使用服塞机 或者是你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是他的化分石 OK 那我们这边 是没有 没有天然气的 这边没有天然气 它这个洗衣机还在这 气候槽还在这 这边是增建喔 这后面这个阳台是属于增建的空间 土壤餐厅都蛮大的 然后这边在一个房间 这边可以在隔一房 看过厕所吗 对厕所 厕所是在楼梯底下 也是没有开窗啦 灰浴没有开窗 这边有一个浴缸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浴缸应该是没有人会用 把它改成 改成灵浴就可以 水压 水压是不是 还可以 一楼 等一下我们去楼上试试他的水压 去二楼看看 这个 地板全部都是一样的大理石 类似大理石 这里的装潢好特别 因为现在也是接近晚上了 所以才 看不出来他的采光 你看后面 后面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外面 外面就是那个阳台的那个铁皮屋增建 铁皮屋顶的增建 他这个是采光罩 刚才有看到那个采光 透明的 这个房间有开窗 这边也有 一样 也是一样 然后可以看 墙壁周围 看 这边有贴脚单是应该还好 我们看一下旁边 这个都是旧的漆 稍微 一点点但是没有很严重 这边应该也是 这边有重新漆过 所以这个看不太出来 这也有重新漆过 刚刚那个是旧漆 这个是新漆 这个都是新的漆 看不出来必然 然后这个是厕所旁边的墙壁 他也重新漆过 但是他 应该只是重新游漆 没有看到什么补土的痕迹 所以应该 就算有壁 应该也不会很严重 然后看他的厕所 他这个木头 已经看不出来了 好 他的灯 在哪里 会不会是那个 这真的是 好 我们这里 哇这应该是属卧室 此门误开为什么 可能是开了会坏吧 你看他封起来了 他封起来了 好我们从这边进出去看看 他说为什么会有那个门 哇 他门在这里 因为他这个门坏掉了 他把 他用胶带封起来 应该是坏掉了 可能是坏掉了 所以才需要 为什么会在那里开那种门 这边就有一个 大门 一个落地窗了 所以 还好两边都可以通 然后热水器在这 这是他的热水器 这个阳台还蛮大的 L型的大阳台 而且 这个采光罩已经很旧了 这个要换 但是他的 不锈钢框架都还可以用 你只要换他的 那个采光的那个透明罩就可以了 塑胶透明罩 然后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家居后来会怎么样 我们如果不要的话 屋主都会清空 屋主可以清空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要清空 我们会请屋主清空 然后这里 稍微有一些必来 这边 这边可以看到他有补 补的 对 这边有一些必来 这个自己在处理 因为屋主就是现况家屋 然后这个柜子都 都蛮大的 微浴 二楼的水蛮大的 超大面宽 他这边有一个 不行不要开 那是手动的 这不是电动的 手动的什么 手动的那个免制马桶 哈哈哈 好神奇 他的马桶已经拆了 以前应该有马桶 他把他拆掉了 马桶 对 不是马桶啦 浴缸啦 嚇死我了 浴缸 他旁边有 贴磁砖 所以看不出来 壁癌 的部分看不出来 你看那有个小窗台 对 窗户旁边周遭 他也贴磁砖 他也有贴磁砖 有可能是因为 以前有一些壁癌 他全部都 一律都贴磁砖 这边就没有 这边就 因为他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有说 这边有点壁癌 这是要带自己处理 你去 三楼看看 好 他三楼是顶楼 二楼 三个房间 一楼可以隔两个房间 这样五个房间 然后三楼 三楼是盒室 他有一个大盒室 灯在那裡 他现在不是灯 喔开了 好 这个很大的盒室 当然你要做 神明厅也是可以的啦 彩光 那个 露台 很大的彩光罩 如果 如果你觉得一楼 后院 不适合晒衣服 你可以在二楼 也可以在三楼 的阳台 大露台 这边晒 就比较容易干 那 你看这边洗衣服 当然也可以啦 这边也是有水龙头的 然后全部 彩光罩都旧了啦 那但是他的 这个 不锈钢的框都还是好 都还是好 然后那台台冷气主机 这个彩光罩就要自行更换 这边有一个 那个 水塔的入口 对 你要上去 博命演出 什么 啊 他有针箭到 4楼 什么 他有4楼 等一下 还有门那里 对啊 我要冒着生命危险吗 天哪 他这彩光罩能踩吗 等一下喔 一久等待 这个彩光罩当然不能踩 我只能踩旁边这个框 还会安全 你看我吗 我会摔到楼下去有可能就挂了 等一下喔 好 好 年纪大了 那个心脏没那么大壳 他这边没 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爬 你在下面等我就好 哦 哦 好 好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铁皮屋啊 然后里面有一个水塔 那空 还有一个 可以当仓库的空间这样子 哎 我的 那门怎么办 那门怎么办 等一下喔 他要给我 我拍进去 慢慢来慢慢来 来吧 来吧 你要真的 好好 因为他里面没有灯 所以 所以没办法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尽量 因为现在是接近晚上 就是一个 仓库啦 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水塔而已 还有一个仓库这样子 看起来还蛮新的 这个是新的针件 那为什么要盖这个 我猜 可能是为了 顶楼防水 他盖了这个顶楼 基本上就不用做防水了 而且还可以多一个仓库可以使用 我就不爬上去了 因为我有点怕 小心死的万年船 小心小心 来可以了 那我去把他关起来 好 可以了吗 我来看 可以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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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 啊 哇 嗯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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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锁起来 好 我先去洗个手 我有点脏 好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仓库 它没有厕所 那边有一个柜子 好 那我们大概说明一下 有可能以前这边顶楼 有 这边有漏水的痕迹 他做了这个仓库之后顶楼的防身 基本上就整个都防水了 你就不用每隔几年去涂那个防水层 而且又多了一个仓库可以利用 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 好 我下去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我刚才有没有忘记介绍到 它这边 是漆是旧的 它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币啊 因为它直接漆上去 有时候旧的漆就会剥落 好 那我们关掉 我们下去吧 我们要去看一下街景 9、10、1,6、3、1,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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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4,4,5,3 这边冤极的 OK,把我們出去 我們回到一樓 剛剛忘記問朝向了耶 朝向喔?我等一下看一下 我關不下來了 什麼? 等一下再來關吧,我們先介紹完 好 那這裡呢 活路活巷 這邊都有人開工廠 這邊也有人開一家工廠 這邊都是移工 對 這邊 好 那地坪 42.4坪 42.4坪 肉地 它的 我們可以 這個有8.2坪的陸地尺分 所以肉地 有34.2坪 34.2坪的肉地 然後 1980萬 這是屬於大地品 大地品的透天工業住宅 那邊也有很多工廠 這邊工廠蠻多的 所以很適合 所以很適合 適合住在這裡的 的那個 員工 就是在這邊工作的員工 啊 在這邊很適合在這邊自產 我們這邊直走就是中山路 直走是中山路 巷子基本上是還可以會車 1980 其實這個 肉地 34坪 我覺得 說真的是有點貴 是真的有點貴 但是沒辦法 現在屋主 開架都是希望能賣好一點的價錢 他要我們開多少 我們就只好這樣賣 所以 尤其是現在 雖然 市場比較冷清 雖然市場比較冷清 然後屋主說沒關係啊 我就放著 我就不缺錢啊 以後 價格 那個市場熱絡的時候 再賣也可以啊 就蠻無奈的 所以 房地產的市場 永遠是賣房市場 他想賣多少 就是看他高興 當然啊 如果脫離行情太多 市場不買帳 那 屋主就會等啊 等等等 有 我也遇過屋主 從 七八百萬的開架 等等賣不掉 然後 漲價 漲到一千多萬 因為行情有漲 他就跟著 價格 跟著開架漲上去了 其實大部分的屋主 只要不擠 只要不擠 只要你沒有缺錢 都會 得償心願 這是很不公平的 這樣聽起來有點不公平 然後法律的保障也幾乎都是保障賣房比較多 說真的 但是 有時候買方呢 其實市場是這樣子啦 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沉得住氣 他不買 就是不要買 但是只要有那百分之一沉不住氣 就把他買下去了 行情就長起來了 所以 行情破壞者是那百分之一 絕對不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買帳 買單 他價格就到了 這很現實的問題 這邊有一間診所 成功牛排 這一間是成功牛排 就是他成功牛排 的這個巷子裡面 有一批工業住宅 我們是其中一戶 這條是中山路 神剛的中山路 再一直走過去就是社口 只是走過去就是社口 你打算 結尾嗎 還是 我們過來這邊 我想說再亮一點的地方結尾 這樣一點喔 那就是成功牛排 如果你是那百分之一的人 甚至是那七分之一的人 願意給我們機會 有喜歡這間房子 請打電話給我 我是 我的那個標題底下 都有我的電話號碼 直接打電話給我 如果你還是不喜歡 沒關係 反正現在的人大概都是看看而已 問問而已 就多參觀多比較 我拍了很多的物件 可以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適合的物件 我們的物件數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見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中山 好地坦 無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貨 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地 一到位剪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 滑手機滑平板 看安爵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 知道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每天都在拍攝上架 絕對值得 你幫我們訂閱下去 請你們支持一下 我們需要有你的支持 才有動力一直看 你需要有人跟我買 才會有更大的動力 算這個月打水漂了 什麼都沒有 還是沒關係 我們還有下個月 我們會一直努力下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你會打電話給我 跟你的電話 希望你會滿意我們的服務 謝謝大家 掰掰